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還有影劍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這條影片比較多和大家看看花生的 第一則消息是美國加州最大的女子監獄 被爆出有犯人懷孕 她之前被迫和一名自我認同是女性 而生理上就是男性的犯人 迫著要同住一個牢房 這位由男子監獄轉移過來的犯人 沒有經過任何賀爾蒙治療或檢查 只是憑自我認定就被轉移到女子監獄 為何會發生這些事? 因為美國加州今年就通過了一項有爭議的法案 這個法案准許犯人根據他們的性別認同來要求轉獄 自這個法案通過之後有接近300個申請被提出 直到今年6月沒有任何一宗申請被拒絕 更加癡善的是報道還說到 這些自認是女性的生理上是男性的犯人 現在還跟那些真正是女性的犯人是共用欲失的 而且還說到某一些自認是女性而生理上是男性的犯人 大家想坐牢固然是因為犯了法才被人抓去坐牢 這些人之前犯什麼法呢? 他之前就是犯了強姦案多次性侵女性 之後就被人抓去坐牢 入了去坐牢之後他就聲稱覺得自己是女性 然後拿著男性的身軀進入女性監獄坐牢 我甚至乎開始懷疑大家想一件事 如果你是一個變態強姦犯 你不如直接進去坐牢然後說我覺得我是女性 這樣會不會更加方便呢? 第二件事我亦都有點好奇的就是 既然他說一個原本生理上是男性的人 犯了強姦案都好 我自己的心理呢覺得是女性 監獄就應該允許我住女性監獄 那我就有點好奇了 法院又應不應該定義他是一個女性呢? 你想想如果這一種自認是女性 而身體上是男性的人 去了女子監獄那裏 性侵了那些女子監犯 令到這一個事件發生了 那到底是一個男人性侵女性 還是一個女性性侵女性呢? 但是女性性侵女性就好像說不通 對不對? 所以法院到底怎樣計算這條數呢? 我都很想知道 當然啦 對於這一則的消息 有些網民就說到說 我都有個疑問的 一旦男性不認為自己是男人 是不是就默認她可以加入女性的隊伍呢? 包括今次奧運會那一位紐西蘭舉重選手 那女性群體是不是沒有拒絕這些人的權利呢? 那有網民呢 回應這位網友的 就說美國某些州份就是這樣的 如果你拒絕呢 就說明是等於你歧視她 那如果你拒絕的話 就會有各種政治正確的媒體 會被議員出來鬥死你 那這個才是真正的原因 背後其實就是政治背景 有網民也都留言總結這一則的消息 是什麼呢? 就是私人監獄得罪不起LGBT的 在下則是德國那邊的消息 德國當地政府就說到 德國一個疫苗接種中心做事的一名護士 在四月底就向同事承認 他跌爛了一支裝有輝瑞疫苗的瓶之後 將一些生理鹽水注入了六個注射器裡面 去掩蓋他的失誤 之後當地政府就對這件事件展開調查 這名護士也都被立即停職 當時當地政府對接種疫苗的二百多人進行了檢測 受影響的人群主要是七十歲以上的老年人 隨著之後的調查推進 出現更加多可能受這件事件影響的人 報道就說到 某段時間裡面一共九千七百多人都注射了當時的疫苗 這一群人當中可能都有一部分人受到影響 仍然需要進行調查 而且報道還說到 警方現在認為整件事件可能不是失誤那麼簡單的 背後是有政治動機的 警方就發現涉案的護士 曾經在社交媒體上分享過批評疫苗和 德國政府防疫政策措施的post 而當地媒體也報導說到 涉案的護士對這些指控保持沉默 而一名負責政治動機犯罪的特別警察專員 現在已經接管了這個案件的調查工作 其實這個案件都挺恐怖的 這位護士可能就是那種 你說他是政治動機也好 又或者你說他是那種 否定這個病毒的存在的那種人也好 其實就是特朗普那類人 所以你會看到他否認疫苗 否認防疫措施的好處 但是結果現在他卻是去做注射疫苗的護士 但是在他心目中 他去破壞這個注射疫苗的過程 對他來說可能會覺得是一件所謂正義的事 所以他現在正在做 當然你看到當地德國政府 有負責政治動機犯罪的警察專員去處理 其實你想想像不像香港那些黑醫護 所謂罷工救港 不是同一件事來的嗎 對嗎 政治動機凌駕了他們的所謂專業 但是香港又好像沒有那種政治動機犯罪專員 這一點反而我覺得 香港是不是可以跟進一下這一部分呢 在下則發生是香港手足 警方就拘捕了一名 自稱是占卜師的十九歲青年 他涉嫌收費施展所謂的毛術 提供占星、霉靈、無毒等服務 幫助男女感情 以及誘惑性愛等服務 但是施展這些毛術儀式 需要用到動物活體奉獻 更加把兔子被割喉放血 及白老鼠分屍等血腥殘忍的相片 上載到社交網站吸客 警方就接獲市民舉報 將疑犯拘捕 會起星期五提堂 而除此之外 有媒體收到消息指 這個疑犯原來是黑暴活躍分子 當中包括在2019年聖誕節當晚 當黑暴發起所謂和理索活動 這個被告就起旺角被折查 搜出折刀、錘仔等物品 被控一項管有任何物品意圖摧毀或損壞財產罪 還有在去年11月 被指與其他人在中大校園內進行公眾遊行 展示寫有香港獨立及光時口號的旗幟 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而被捕 再另一單就是警方再起一個理大檢獲的汽油彈裏 發現這個所謂占卜師的指紋 在今年1月就以涉嫌暴動將他拘捕 這名疑犯正就著上述兩案保釋後查 大家看到這裏我真的想起原來這些就是黃色經濟圈了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來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到最後 還有影片的朋友記得留言讚好和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會不會